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拜月所说 尽管莫无忌到了涅槃道城后 有几道神念一直在观察它 但是他们任何的动作都没有 从涅槃道城就有传颂阵直接前往寂灭海边缘的寂灭神城 所以莫无忌根本不用离开涅槃道城便可抵达寂灭海边缘 神陆根据天地规则的完善和神灵气的浓郁程度 划分成了上中下三块地方 这些地方本就无边无际 寻常人乘坐中品飞行神器至少也得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寂灭海贯穿了整个神路 可见寂灭海有多么的光貌 寂灭神城实则就是为了寂灭海建立的神城 最初的时候 这个神城是想要做祭道沙的买卖 只是寂灭海的青海道出现时间间隔太长 况且青海道出现之后 找到了祭道沙 绝大多数人也不会轻易出售 寂灭神城也因此有一些荒废 直到多年前 涅槃学宫带头 准备在神路和神域之间布置一个传送阵 寂灭神城才再次渐渐发挥了作用 因为这个传送阵的工程太过浩大 需要的练系师和神阵师也非常之多 时间一长 寂灭神城就成了这些建立传送阵修士 羞气所在 莫无忌刚走出传送阵 就看见了一排金色大字 寂灭海传送阵阵文构建楼 还没等莫无忌走进阵文构建楼 一道恐怖的神王压制便传了过来 这一刻 莫无忌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死亡的压抑 而就在此时 一个阴惨惨的声音传出来 我还以为你永远坐在涅槃学宫不出来了 莫无忌立刻看见了这个压制他的家伙 三修联盟的裸裕 莫无忌心中一凉 差点就破口大骂 白月不是说了 只要他代表涅槃学宫做宗门任务 没有谁敢对他动手 怎么刚到寂灭神城 报道都没报道 就要被人干掉呢 这里可不是涅槃道成 莫无忌很清楚 就算是洛宇杀了他 估计人家最多也只是逃走而已 莫无忌赶紧将涅槃学宫的任务牌 从戒指中取了出来 正想大叫丘元 却没想到 洛宇看见了手中的任务牌之后 顿时脸色一变 杀势也是一致 还没等他开口 一个巨大的手印便拍了下来 这是误会 洛宇心中焦急万分 如果莫无忌只是一个涅槃学宫的外门弟子 他杀了之后立刻就会顿走 涅槃学宫虽然会四处追杀 但绝不会专门派出神王 常年雷月追杀于他 而且在寂灭神城 他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因为寂灭神城的涅槃学宫修士 只负责寂灭海的传送阵修建 就是追杀他的事情 也是上报到了涅槃学宫之后 由涅槃学宫来发出通缉告示 他根本就没想到 莫无忌是接了宗门任务来的 而且这个混蛋 居然把宗门任务牌放在了戒指里头 他还特意调查过 涅槃学宫繁人之地的确是接了一个任务 接任务的是另外一名弟子 叫做拜月 而不是这个散修2705 涅槃学宫的弟子出去做任务 绝对会把任务牌挂在腰间 这样的话 不但没有任何人动念头 还会受到各方势力的保护 像莫无忌这样 把任务牌放在戒指里的绝无仅有 也实在是因为 他对莫无忌的仇恨 简直堆满了三江四海 这才让他冒着被涅槃学宫通缉的风险 也要干掉莫无忌 一道血雾炸开 想要攻击莫无忌的洛狱 依然化作虚无 小家伙 下次做任务的时候 把任务羽牌挂在腰间 一个突兀的声音 在莫无忌耳边响起 接着 那虚空手印消失无踪 莫无忌震撼地看着消失不见的手印 直到此时 他才感觉出了涅槃学宫的强大 一个神王三层 如此轻松就飞灰烟灭 那个大手印的主人 绝对是个超越了神王的存在 好一会儿莫无忌才收拾心情 将任务羽牌挂在了腰间 走向了传颂阵文构建楼 无论如何 洛狱被干掉 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他在神路得罪的神王强者有两个 一个是傲视的广密神王 另一个就是洛狱 莫无忌虽说还没有晋级五级神阵王 但他自认自己的阵道已经算是相当不错 而且在剑河领悟到了虚空阵文之后 他对阵文的理解更加的深刻 可是这一刻 他站在寂灭海的正文构建楼之前 完全被镇住了 之前他站在远处看着正文构建楼 还以为只是个类似于办事处的地方 现在他到了这楼的跟前才知道 这正文构建楼完全是由正文组成的 无穷无尽的正文组建了这座楼 敞开的大门看起来随时能进去 但是莫无忌清晰的感受到 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想进来 也定会被那些无形正文绞杀成渣 在这门口的正文 莫无忌几乎一个都看不懂 由此可见 那寂灭海传颂阵的正文会有多么的繁复 让莫无忌心生疑惑的是 他好歹算是个四级神阵大师 若是用拜阅的布阵手段 等他能够炼制出中品神器的时候 他甚至能够越级布置出五级神阵来 在神罗 不是说最强的就是六级神阵王吗 难道他一个四级神阵大师 和一个六级神阵王相差这么巨大 就连对方刻画的正文 他都一个也看不懂吗 小家伙 进来吧 莫无忌还在观看正文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莫无忌赶紧走了进去 从外面看 这似乎是一栋非常高的楼 进来之后 莫无忌才发现 他就是在一个极其宽敞的大厅里面 也看不见上楼的楼梯 倒是这大厅的尽头还有一个门 大厅中间全部是密密麻麻 堆积在一起的正文 数十名修士 站在这些正文边缘 依然在聚精会神的刻画着正文 莫无忌进来 他们就像是没看见一样 难道这里就是将来 从神路传送到神域的传送阵所在 不用看了 先进来再说 一个温和的声音再次响起 莫无忌这次感觉出来了 那声音就是从这大厅尽头的门内传来的 他赶紧绕过这些刻画正文的阵法师 进入了内门 内门中的人比较少 只有五六个 坐在最上手的 是一名莫无忌根本看不透修为 也看不出年纪的苍老男子 莫无忌隐约感觉 这名男子就是刚才杀了洛玉救了他的人 他赶紧上前 躬身一礼 凡人之地 莫无忌前来报道 感谢前辈刚才救命之恩 你不是白月 坐在苍老男子身边的一名中年男子 皱眉问了一句 啊 白月是我师弟 我也是一个四级大神阵士 来自凡人之地 听莫无忌说是来自凡人之地的四级大神阵士 这中年修士倒是没在说什么 那苍老男子对莫无忌温和的点了点头 不错 你能在危机关头想起拿出任务牌 还是颇为冷静的 要知道 如果不见你的任务牌 就算时候有人追杀那个神王 但那已经和你没关系了 弟子实在不知任务牌要挂在身上 莫无忌汗言 那苍老男子也不在意 白了白手说 我先介绍一下 我叫苍正行 应该算是整个神路唯一能布置七级神阵的人 我身边的是坦克 六级神阵王 当年仲帝和我也算是有点交情 他为人不善交集 到时他的阵道 我一直很是钦佩 你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大神阵师 想必也是修炼的不朽凡人诀吧 莫无忌心中暗自惊骇 他真没有想到 在神路 居然还有可以布置出七级神阵的强者 加上这里肯定有不止一位的六级神阵王 莫无忌的心里已经有些激动了 在这里做两个月的时间 也许他可以学会很多的东西 是 弟子修炼的确实是不朽凡人诀 莫无忌没有解释他的不朽凡人诀 和种地的不朽凡人诀有什么区别 苍正行微微一笑 凡人诀虽有很多瑕疵 也有其独到之处 能修炼不朽凡人诀成为四级大神阵师的 也算是天才了 你先说说 你都会些什么 我指的是镇道上 弟子对虚空证文有些涉猎 只是见识了这里的虚空证文之后 弟子才知道 我会的那些不过是皮毛而已 哦 你居然懂虚空证文 苍正行顿时动容 精通虚空证文的证法师并不是很多 要知道 这里的虚空证文 大都是在他的指导下 由他的几个弟子 共同布置起来的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